罗眼的3D通信 小宇2.0自动驾驶巴士 沉浸式体验元宇宙 斗舞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12月6号 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的2023世界5G大会上 多项5G相关技术和产品精彩亮相 5G作为一个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 它在推动各个行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的一个转型升级 我们相信随着5G像5GA的演技 也就是说5.5G的演技 它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大 它对各个行业的这种支撑 助力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溢出屏幕的像鼻子 立体的通话交流 中国移动展区的罗眼3D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罗眼3D其实就是一种 我们可以不去佩戴任何的 这样一些外置设备 就能看出一种3D这样的一些 视觉感觉的这样一种技术 我们在3D业务的这种体验升级 包括高层应感 智能融合 多维感知 然后包括潜在的3D一些业务 包括3D通话 3D采灵全移通话 这些场景上面 以及在整个的关键器材上面 包括它的采集显示 转码都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工作 除了罗眼3D 记者现场了解到 5G在智慧工厂 智慧农田 智慧文旅等方面表现亮眼 中国品煤神马集团 打造的5G加智慧煤矿项目 在高地温 高地压 高瓦斯 水文条件复杂的自然环境下 通过5G加远程绝境应用 可以让一线煤炭工人远离恶劣工作面 实现危险作业区域设备远程控制 不仅让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创造的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 我们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5G加远程绝境 5G加智能选杆 5G加智能中产等应用场景 助力煤炭企业少人化无人化 通过对捷径机的一个5G改造 我们可以实现锦上控制下 可以将工人从危险的工作面解脱出来 4个激光雷达 2个毫米波雷达 12个超声波雷达 10个感知相机 这就是小宇2.0自动驾驶巴士 佩戴的装备 目前 雨通智能网联巴士 已在国内多地开展示范运行 累计商业化运营超过180万公里 接待乘客超25万人次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车的亮点就是 一是利用5G通讯 然后网络车端的这个信息交互 而且是车的行车舒适性也是比较好 自动驾驶巴士 在城市道路行驶是比较平稳 而且是比较平顺吧 然后我们那个人工主动接管的这个概率在1%以下 基本上是已经完全脱雷的人工接管 全靠就是自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在行驶 刚离开小雨2.0自动驾驶巴士展区 远远听见一段热情的流行音乐 寻声而来看到的是机器人和机器狗同场斗舞 这种机器人就是说 适合就各种这样的商用场合 后期的话就是说 等5G技术或者是人工智能 大模型各种技术成熟以后 然后咱们国产操作系统 它就是说逐渐会走向家庭 走向这个学校 走向各种更具体的那个商业场景和生活场景 这种机器人呢 四足机器人就是说 它模拟动物的肢体关节 还有这个人形的 它能适应各种更复杂 更那个 更复杂 更那个特殊的要求 那个地形了 或者空间了 场合了 它就是说能提供一些消防了 就是说 建筑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场合 记者了解到 为期三天的展览展示 以创新技术 数时融合为主要内容 重点展现5G全生态布局 全球5G前沿技术 创新产品及典型场景 以及产业链上下游核心技术创新 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赋能名声于产业的实际案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